大家好,今天來介紹保洞炮的彈身背景和發射效果 所有資訊來自日文維基百科網站 不然怕最初在《大和號》的故事是不存在的 之後製作人西奇異展和機械設計師兼導演的寵寶寧士 就吵嚴妙這樣的藍手的問題 武谷花文章的藍手是不可以稱為《大和號》的 因為我不想這套故事太有分國主義 以及不想被分國主義者看到 負責參與《宇宙戰爛大和號》設計其中一員工母一季 就聽取了兩方的意見 就設計了這個波動炮 藍手看起來有點像 但實際上又不是這樣的東西 波動炮是從藍手下面的口形形成出來 波動炮是呈六邊形 發射程序就是 生飲期 草能量 大太陽眼鏡 發射波動炮 波動炮是利用波動引擎產生的超光粒粒子 以全功量壓縮和發射出去 波動炮發射出去的能量等於小宇宙的能量 在能量樓裡內部充滿了超光粒粒子的三圍空間 對周圍的連續體相當不穩定 就是把目標密周圍的空間樓庫置崩位和毀滅 將其的油爆 波動炮發射出來的能量是直線攻擊 單個目標破壞力大 一次波動炮可以摧毀澳洲大陸大小的板塊 但攻擊範圍不大 如果敵人艦隊分散時使用波動炮的話 簡直是浪費能量 不過 在完結篇中的大和虎利用波動炮轟炸小行星 令小行星發為散彈碎片 殲滅丁格爾艦隊 大和虎和其他地球艦隊的戰艦都配備了 這個波動炮是基於收出波動炮的改進 這個波動炮充電時間短 四層和攻擊範圍提高 但經常出外的能量會散開 可以擊穿大範圍攻擊多個目標 適合攻擊大型艦隊 但單個目標的面積破壞會降低 無法穿透最先帶各級別的物體 仙女座配備了兩座 其他戰艦配備了一座 大和虎有沒有不知道 這個波動炮是基於收縮波動炮的另一種改進 主要改進的是波動炮的能量由120%減至100%不能發射 還可以短時間來連續發射 威力比收縮波動炮強 但這件武器就出現在大和虎的電影中 沒有再出現 這類型波動炮可以短時間內充電 效果會適合發射波動炮 在完結範圍裡 這個波動炮的發射是直線 威力點一樣 和大和收縮波動炮有什麼分別 我不知道 好像阿里桑那也有配備了這類型波動炮 這個波動炮登場是大和虎身裝備的波動炮 配備了6個波動核心 可以發射6次波動炮 類似左輪手槍 雖然這個波動炮的威力大大提升了有弱點 發射完6次波動炮之後 波動引擎就空了 到時候 6發波動炮可以一次過全部發射 威力比上一個模式更強大 但是發射後 6個波動核心過熱 導致自爆 但是大和虎有主角光華所以沒有尋到 這個炮屬於加美拉斯的波動炮 發射完跟收縮波動炮的原理一樣 最初是踏在德斯拉座艦 第三季裡大部分加美拉斯艦隊的戰艦 都踏在德斯拉炮 最後還做了一個超級德斯拉炮 原作版本就介紹得這麼多了 200多年後波動引擎改進了 縮小了 波動炮發射的時候不用戴太陽眼鏡 因為波動炮的能量被處理成高密度等離子狀態 這樣可以避免超光速粒子在外層空間中壓外降散 這類型波動炮可以轉為收縮和光線模式 地球聯邦戰艦和第18代宇宙戰艦大和虎 都配備了這類波動炮 先修正 這個波動炮是等離子波動炮 而不是單極子波動炮 這部電影中主角叫 而不是叫 就是這樣 這個波動炮是利用單極子能量改造出來的 發射出來的能量都是單極子 威力不明 這個雙星星波動炮是利用單極子能量和波動能量 混合二成的武器 威力不明 我個人看法是有6-10座雙聯裝波動炮的威力 超波動炮和雙星波動炮 在OVA裡面沒有出現的原因 是上一部影片說過的 這個是蔡人聯邦版滿的波動炮 能量是單極子能量 但亞馬特零號和新宇宙戰艦大和 裡面沒有波動炮的關係 所以不做 宇宙戰艦大和雙元版的波動炮 和原作版本的原理應該一樣 但是 波動炮全名叫 這個波動炮不再依靠超光速粒子 而是使用次元波動引擎內被釋放的額外圍道 以射線狀戰開 因超重力長而產生微型黑洞 以及將這些微型黑洞 崩潰時所產生的霍根輻射流發射出去 雖然原理上大幅變化 但是波動炮的發射次數不多 和沒有特別表現超重力事件事件事件等 對目標的影響 以前波動爆速放射器的原理 以現實科學分析波動方程的特異界 展開卡拉比丘流型空間 本質上是生性超原化事件事件事件 其路竟放出的能量與超對稱性組件的散入不勝比例 可能出現了超原真空而撕裂宇宙 威力遠遠超過現在狗狗波動跑的效果 超原真空從無限小湧出虛無 如果有人不喜歡2002、2005的故事和編劇福整情文 可以用超原真空毀滅了它 與原作無分別 一樣都是直線射程 但威力可摧毀行星及行星級別的天體 黑洞我就不知了 打類故性的土星大神大一定會打敗 但威力配備了這類型波動跑 仙女載可以切換這個模式 而無衛艦就用一個堂塞去發射 攻擊效果與原作有少許分別 發射出的兩個火金輻射能 好像讓電子衝擊炮發射出的能量捆綁在一起 兩個能量流分別為左船和右船 到目標面前兩個能量流互相碰撞 散開成百多個能量流攻擊敵方目標 無衛艦和仙女座級配備了一類波動炮 仙女座有兩台波動炮 而無衛艦裡面有兩個堂塞 或是經過波動炮的分流器 就是這樣 波動噴毛炮 我寧願叫他小型波動炮算 一樣都是直接射程 沒有擴散波動炮的能力 但威力不明 因為至於第17集有氣憤 要罵罵罵覆整情文 護衛艦 巡洋艦 金剛級改 配備了這一類波動炮 德斯拉炮是加美拉斯版本的波動炮 是加美拉斯總統德斯拉別出心裁下 命令武器開發部製造出來 大和號起航之前已經有了 威力和大和號的修促波動炮結合 增田副男長利用黑魯烏斯機密 安裝在大和號波動引擎內的反波動格子 在波動炮發射前,使用反波動格子前妖在波動炮口 把波動炮口發射出來的霍金輻射困在反波動格子罩裏面 直到霍金輻射撐爆反波動格子罩 把這些能量發射出去 威力非常強大,比波動炮艦隊齊射波動炮的威力 但只可以使用一次 因為巨大的霍金輻射能量會令搭載艦產生很大的副作用 小的副作用就是波動炮故意 大的是直接被能量吞小 這個回轉波動炮只有大和號 因為是緊急改裝出來的 亦可以說是覆整晴敏不怕的大和號號 很不合意的 總括來說 如果不計算覆整晴敏的202和205故事 2199的修宿波動炮和德斯拉跑是最強的 因為我從來沒有把202是大和號 2199的下一張 我當它是平日時空的作品 終於說完了 下一次是國安庫學編和真人版的大和號 下次再見 字幕志願